我跟你说我直接给你买个机票 你飞中国卖吧 这些马仔都知道我是脾气的 我是习惯性收手镯 这不收抛光粉的手镯嘛 说明他们来第一件事 先给我看他们是石头 就是这个料子色是真的 然后再给我拿手镯 这个是他们的料子 走到来的一个料子 这个总还不错的别说 看到没有 是吧 总还是可以的 这他们这块料子出了一个手镯 总还是有一点的 但是你看紫色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它都会有一点点棉 棉线和棉根 紫色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要说 十春久古的道理 紫罗兰无论到什么价位 它都会有一点棉根在里面 特别是桌子 又让我看多少了 就是一人不敢喊了 让我扯淡 多价格 三亿三亿 现在说大脑被驴踢过 三个亿的又 我跟你说我直接给你买个机票 你飞中国卖吧 你要把五个亿三个亿的这样给我喊 这个呢就适合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去带 但它唯一不好的 它这个圈口应该是有点小 应此称的 看 看 他们习惯了 知道吗 我要做正书嘛 他们就要把哪个索作心过来 这多少不落 里面得有个大猎 就是还开两亿五呢 那我来 这这桌子也漂亮 那接近三个亿的 金价五千万线 远毛线 天天圆 而且还带一点点黄匪 撒金 黄匪的话大多有半山半水 叫聚宝盆 春黄的话叫招台 你做人的话 不是说迷信 你喜欢一个比较好的寓意 五千线没有 一一下不谈了 不谈就比他 这不要 你看到那种 你会发现这就像大理石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不想看大理石的原因 它真的像石头一样 UNGK 20 21